以往我们采取的方法都是派研究人员 派游戏的教师下去各听课交流辅导 我们一离开 他们又回到原来的路上去上课了 也就是说他的行为的改变必须是系统的持续的 原来的路上 我们来说上海基础教育的教育质量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说在教育发展中会碰到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会碰到的是教育质量的不平衡 比如但是在教育发展中间又会有很多新学校建起来 而这些新学校因为它缺乏传统 它的教育经验的积累 它的狮子队伍的积累都有一个过程 那么如何来改变这种现状呢 我们就想到了 是不是能够把一些好的学校 与相对困难的学校 我们学们都没有入手的地方 那这有没有点过的蜡烛 蜡烛 蜡烛在点的过程中 蜡烛它是一点一点变过的 通常来讲有比较好的学校派出一个团队到比较薄洛的学校去 它通过对薄洛学校的一种管理 在管理的过程中间也带领原来薄洛学校的老师 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地积累自己的经验 把学校的管理方式 管理理念 提高教学质量的一整套做法 这样 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呢 我们确实感觉 这个学校呢 有很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这个教师的上课的很随意 没有教案 没有准备 学生呢 头低着 不敢看老师 他不敢看老师 就是很没有自信 很没有自信 这个管理呢 很粗犯 就是没有章法 没有规矩 没有规矩 对吧 那么这个一变以后 这里你要把它变掉 变成X1 那么学生做X1 X2 还有一个呢 我个人的观点 还是要接接地发现学生的问题 我以前的听课没办法 还是发现问题 学生问题 这可能还是有机 你把它逐步逐步地解决掉 对吧 那么你这个解决以后 这个解题 这个过程都可以表 可以吧 安排我们每个礼拜 都要来一次 这里有一个专家组 我那是搞数学的 那么和老师一起研究一下 怎么样上课 怎么样使教的东西 使学生懂 我听课主要是 有这么几个要求 因为这个背课是一起背的 好的 每个礼拜来都进行背课 所以我看看 我们所研究的这个目标 它是否能反映出来 我看最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要发现学生问题 那可能和今天这个时间有关系 它平时好像不是这样 平时好像 它很注意 这个教室很注意学生的问题 然后帮它解决 所以它这个班整个盛须 一直是往上跑的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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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非常好 现在我们进行课 接下来 您可以读这些数据吗 我会给您看一下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渐进的过程 有的它是变化很大 有的老师比较迟一点 对吧 一年以后 我们就感觉 甚至半年以后 我们就感觉 有一部分教师 特别是年轻的教师 它的进步比较大 学生的头抬起来了 对吧 教师自信了 学生也自信了 对吧 我们都在学生的头抬起来 我们都在学生中 学生也自信了 他们都在学生中 学生也自信了 最后一段时间 找到学生的头抬起来 我们就感觉到学生 在学生中 我们都在学生中